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是被逼的 我跟你说这些家长就太不懂事了 我是被我妈骗了的 春月 我觉得这次相亲还不错 我对印象挺好的 但是刚才从咖啡厅出来 一句话都没说 让我觉得心里特别不踏实 是不是 我有什么问题啊 不是 不是 你千万别这么想啊 你没问题 是我的问题 那个 你太优秀了 正因为你太优秀了 让我觉得自残行贿 我这个人身上毛病特别的多 我配不上你 你说啊 这奥托你知道吗 你给他换一比利的轮毂 他合适吗 他怎么看怎么别扭 再说这钱发得也太冤枉了 不是 我这扯远了 他们婚恋网站 登记了好多优秀男孩儿了 你应该慎重地去选择一下 增恶一款是适合你的 是不是 那个 我这医院 还有好多病人等着我呢 我 我就先等你 慎重选择啊 邀先生 都说男人爱面子 女人也一样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但是 就算是萍水相逢的朋友 给个几分钟时间 彼此认识一下 都不可以吗 你这样子 太伤我自尊心了 伤什么都可以 千万别伤自尊 这会让我觉得很愧疚了 要不然这样吧 为了表示我的歉意 我送你一趟 你去哪儿 那都不好去的 有什么呢 这都我应该做的 那我去趟宴交吧 哪儿 河北啊 晚铃 你在干嘛呢 我在卖肉呢 我在卖肉呢 我现在一边卖肉一边在想你哦 托尼 你能不能不给姓晚铃发微信呢 我这声音一忙你就 你就在那发微信 你每个工资都白给你了 我给你那些钱我勾勾俩人的 舅妈感情是需要沟通和建立的嘛 我现在不给她温暖 她如何靠近我呢 不是 您您就多干点 回头我来收拾啊 不好意思啊 我去个洗手间 晚铃我现在不干活了 我现在去洗手间 小心 哎呀气死我 哎呀我的妈呀 哎呀 哎呀 严峰 你怎么来了你吓了一跳 这好有时间 哎 要不要我帮下忙 哎呀不用了 这可舍不得 你这是打手术刀的手 我哪能让你剁猪肉啊 小小我都不让他过来 那个 阿姨 哎 有件事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跟你说 嗯 关于高文博的 关于高文博的 你就更得跟我说了 我发现啊 这个小小她喜欢高文博 可是我不能同意 我不能让他们两来往 我是希望你们俩在一起的 你说吧什么事 这个高文博 对我们的女患者耍流氓 医院里闹得沸沸扬扬 两家都干起来了 真的呀 这高文博太不像话了 我告诉你 我就说嘛 就他妈那刘远萍 他能教育出好儿子来 有妻母不有妻子 所以啊 还希望你回去劝你这事 让他俩别再来往 对小小没好处 好 我一定劝他啊 你想想 阿姨能同意他俩来往 阿姨是希望你们俩在一起啊 啊 我回去找他谈啊 哎 好 那那个 那您先忙着 我先走了 哎 阿姨 阿姨不上你了啊 哎 抽空来 喂 婉林 我现在特想给你唱一首歌 对 买齐了猪肉就想到你 你说你干啥呀托尼啊 严峰过来 你都没打个招呼 严峰来了 那可不可以 哎 虽说兄弟如手足 但是在习婉林面前 我只能 做手足了 嘿嘿嘿嘿 久安 我再发个微信啊 婉林 我跟你说啊 我又回来了 那些德行 这是我姐公司的 好呀 呦 这外面不错啊 还是找的 特好 高端大气 上大气 这一看你姐就成功这事啊 我们主要是做化妆品生意的 做了很多年了 真没错 前面就是我姐办公室 就去看看吧 就不嘛 我就送到这儿啊 我先管这儿 走吧 去看看吧 挺大呀 没走 真够快 我过来呀 就是跟你打声招呼 我真有事 我真的得走了 你喝口水再走呗 水我就不喝了 我真有事 我走了啊 拜拜 那咱们电话联系 行行行 拜拜 妈妈 放学了 刚才说你父父是我未来的爸爸吗 小屁儿 不能这么说 八字还没一屁儿呢 谁跟你说是未来的爸爸 是红秘叔叔告诉我的 红秘叔叔说你去相亲了 怎么能跟孩子外说呢 果果 妈妈一定会给你找一个好爸爸的 妈妈最好 我给你一次机会啊 是红秘叔叔 干的漂亮 行 杜翘翘 帮俩走着瞧 好 到了 我还有事呢 白总 来都来了 我这么一个大集团老总 等了你两个小时 也算是有诚意了 我呢 就是想请你们吃个饭 表示感谢 好 我们跟这种网络会 有个问题上的事情 一方的老师 你能记得了婚 但是你放心 只要你累的话 我给你介绍 两个三个小时 好 您等一下有两点半 好 好 没问题 您好 我是您的爱情工作人员 是 你好 对 对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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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丁丙 好 呦 白总 你怎么来了 我跟你说呀 这个小小就是一个字 赞 是吗 相亲相的怎么样 她虽然是代班的红娘 但是那是相当称职 这不是吗 我们家小山和文博 成了 成了 好啊 白总是说竟成面了 见面是第一步 这有了第一步不就有第二步吗 一见钟情啊 它特别重要 你啊 好好夸夸 好好 小小 你表现得非常好 奖励 对 咱们白总呢 是我们VIP中的VIP 那要求是相当的 要求高啊 所以说呢 你表现得非常好 就这两个字 奖励 还得大大的奖励 这二年啊 找一个这么合适的容易吗 跟大海捞针似的 这样啊 今天晚上啊 帅哥们你们手下的工作停一停 我请大家吃大餐好不好 吃海鲜大餐 好 好 要吃多少吃多少 钱呀 不是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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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巧 满意吗 我对你这身打扮 还算是满意吧 我说的是人 什么人 白天那个 你说那个人 他太优秀了 我对他各方面都非常满意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了 太过于完美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 有下次的你 你品味有问题吧 你要是这么讲的话 等于是对自己的讽刺 我说的是你白天的品味 不是和你说话真的太绕了 杜小小 我这么跟你讲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这很显然 是我妈的一个圈套 嗯 我很坦白地告诉你 出了那个门之后 我只是出于礼貌性地 把那个女孩子 送回到她的工作单位而已 其他的我什么都没做 我清清白白 哦 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人太坏了 你把我给绕进去了 我还没有问你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呢 你为什么会把你的男朋友 介绍给别的女孩子呢 首先 我要帮唐唐代班 所以我会出现在那 好 这个理由我介绍 然后呢 我在那看到我男朋友的资料 不是 你是不是傻 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一定是我妈的所作所为 跟我没关系 就是因为你看到你男朋友的资料在那 然后你不问缘由的 就把他介绍给了别的女孩子 你觉得合适吗 我为了成全你啊 成全我是吗 你太大的努力了 我希望以后你要多多地做这样的事情 保不起哪一天你的男朋友 把持不住自己就真的跟别的女孩子走掉了呢 你试一试 你要是这么聊天的话 但我真的觉得我应该试一试 刚文波 你要赶快跟别的女孩在一起 怎么样呢 我 我爱的是你 最好的我们 最坏的我们 会是什么 我也是 最好忘了吧 最坏的我们 万灵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当然是说小小的事了 我是真没想到 他们这关系啊 能发展那么快 我是真难以启齿 我本来不想说的 可你说 这么大的一件事 压在我一个人的心里 我真的承受不住啊 这到底怎么了 有什么就说什么 别掉我胃口 好好好 我告诉你 可颜峰 你千万别生气啊 扣子 问题啊 就出在这枚扣子上 这扣子能说明什么 我跟你说 小小昨天一夜都没回来 一直在实验室 你也知道 我们实验室是不让外人进去的 而且里面相当的规整 可是今天早上 我去上班的时候 我发现屋子里 乱过 垃圾桶里 还有碎的玻璃瓶子 然后 就这枚扣子 这是我在地上看见的 我问了 我们实验室的人 没有人掉过这枚扣子 那你说 这扣子哪来的 你再仔细看看 这可是男人衣服上的扣子 这说明昨天晚上 有一个大男人在呀 你说这孤男寡女 干柴烈火 玻璃瓶子也碎了 衣服扣子都崩掉了 你想也想到处干了啥呀 你说是吧 够了别说了 这扣子留给我了 其他事你就别管了 你别冲动啊 叶峰 一定要冷静 别说是我说的啊 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这下有好戏唱了 细节太重要了 很νε逝 挺好的 你这么早 吃早饭了 吃不够了 我看外边贩量挺多的 抓紧叫号吧 高瀰夫 刚才你给我打电话 说您今天要来上班 我就已经安排病人在外面排号了 可他们今天都不愿意让你来看病 你说什么 他们都不愿意让你来看病 为什么 他们怕你 怕我什么 怕你耍溜我 我耍溜 谁呀 嘴那么碎呀 外边这些患者 谁认识我是谁呀 肯定是咱们医院的人说的 真够狠的 比扎我一刀还狠 这诚心恶心我们 我觉得也是 也不知道谁说的 我用忠指想 我都知道是谁说的 不是你缺不缺德你 我说你呢 隔壁那个 谢谢 从楼到了就听到你大喊大叫的 干什么 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你到这来干什么 好了你出去了 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呀 你干嘛来上班啊 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你怎么就这么不听话呢 好了好了 叔叔 昨天你相亲相得怎么样 你不说的好 你说我就一肚子气了 不相美闻的气 不怎么样 你还跟我发脾气了 你妈我关心你还有错了 这是狗咬吕洞兵 你不是好人心 我跟你讲 只有解决了好美妙的事情 你才可以回来上班 那全院上下都在议论你呢 好了好了 别在这带着 本来心里也不在这里 走了走了 回去 好好好 等我把这关了 高伯伯 我想跟你聊聊 对不起 我不想和你聊 好像我这个副院长不存在是吧 有什么话 严大夫跟我讲好了 刘院长 我想跟你儿子单独聊聊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怎么着啊 现在是上班时间 有什么事下班再聊 你昨天晚上去哪了 呦 严大夫 您管的挺宽泛的呀 我妈还在这呢 轮不着你管我吧 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在实验室 是不是跟杜晓晓在一起 顾南瓜女一个晚上 我愿意在哪就在哪 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喜欢实验室 那玩具多 刺激 行了 你们两个人还穿白大褂呢 你们还配得上白衣天使吗 你们 你简直就是想贪狗屎 到办公室去 有什么话 那你说清楚 好 就得坐在里面的东西 说说你们两个啊 你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大夫 上班的时候 居然为了儿女私情 闹这么大矛盾 血纹再高有什么用啊 技术再好又有什么用啊 没你们这样的 妈 你叫我妈 不像话 好的 刘副院长 我首先说你啊 我是一直把生活和工作分得很开的 我对工作兴兴业业 刻进之手 我对病人是认真的 这是每个人都看得见的 本来好美妙的事情就是子虚乌有 知道的人都是少数 可是现在 好像整个世界都知道了 每个来医院就诊的病人 只要看见我 都用那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好不舒服啊 那我就纳闷了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从中做梗吧 你别扯开话题啊 我知道你怀疑好美妙的事 有人在背后捣嘴 你怀疑谁都可以 你甚至可以怀疑我 但我要问你 昨天晚上 你跟都小小 孤男寡女两个人在实验室里 到底干了什么 她可是我的未婚妻 哇哦 你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样的手脚 我去了哪里 你好像都很清楚似的 你要搞清楚 都小小 到底是不是你的未婚妻 你心里都很清楚 自欺欺人的话就不要再讲了 还有啊 刘副院长 我去哪儿 我干什么 这是我的人生自由 我没有必要向你回报吧 刘副院长 我工作很忙的 我先走了 再见 刘副院长 就这个扣子 别人给我的 早上在实验室发现 你看看是不是你家文伯的扣子 如果是的 我敢保证 他们这间关系 已经不是普通朋友的关系了 而且不是我一个人怀疑的 这是在实验室里发现的 是的 那是闲人免禁的地方 外人根本进不去 而且是一早发现的 我是挺高兴的 不过白总更高兴 他去棺恋网站 请每一个红娘吃饭 当然也包括我 说明他对你这个相亲对象 还是挺满意的 这算什么呀 还有好多故事没有告诉你 就我们医院那些小护士 哪个看我的眼神 不比他们灼热啊 但是我心里边只有你 说 后来相亲之后去哪了 为了表示歉意 我把他送回了他们的公司 那人家盛情邀请我去参观一下他们公司 你说我也不好意思拨人家面子吗 你不好意思拨美女面子 就要拨我的面子是吗 人家是美女 但在你面前 那肯定是黯然失色呀 哎 你那里边放了多少醋啊 我这都闻着味儿的 我从来不吃醋 我对自己有信心的呢 嗯 这就对了 喂 喂 严峰 没找你麻烦吧 严峰怎么了 他找你麻烦了 倒倒没有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 在实验室 咱们俩不是过了一夜吗 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了 非要妄自碎国说咱们俩有什么关系 都告我妈那儿去了 习晚霖 一定是习晚霖说的 哎 你说他下菜什么呀 不过我也特别能理解 他呀就是希望我跟严峰走到一起 他把婚离了 最后跟你在一起 说你还挺枪手的 感觉全世界的人都喜欢你说 可千万别让他离婚 我祝他百年后好 好 我哪有那本事啊 你看全世界的人都想 嗯 嗯 白天不能说人 晚上还真不能说鬼 喂 晚霖 啊 现在啊 嗯 明天行不行啊 那么晚了 嗯 嗯 行吧 我知道了 好了 我知道了 拜拜 嗯 这怎么了 没什么 他说的心情特别不好 颜峰怎么劝啊 他也不高兴 说让我一定要过去一趟 现在吗 那不然怎么办呀 他现在都住到我们家 听天闹离婚 我不去也不合适吧 这饭还没吃完呢 吃啊 没说不让你吃啊 你说世界毁灭了 也没有跟文波吃饭重要 对吧 来 我帮你家 嗯 来 我陪你干了啊 我们都是同病相连被爱情抛弃的可怜人 错 你是被爱情抛弃 我还在路上呢 你都快要离婚了 你都快要离婚了 哪壶不开提那壶啊 哪壶不开提那壶啊 谁来了 刚快坐吧 说吧 找我什么事啊 外面这么热 外面这么热 先喝点酒 我解解渴 我不喝了 我还有事呢 快说吧 你对我的承诺什么时候兑现啊 三个月我这婚又离不掉 我这辈子跟你过了啊 你不是已经住在我们家了吗 现在家让你霸占了 房间是你的 床也是你的了 你呢 跟Tony结婚的时候 不是我强迫的 现在你要离婚 我只能把情况告诉他 那至于他要不要跟你离婚 决定权不在我手里 晓晓 我问你件事 你问吧 你要实话实说 昨天晚上 你到底跟谁在实验室待了一晚上 是高温博吗 我心灵为了 怎么了 你只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你来心事问罪的 今天一早晚林拿个扣子 说是在实验室捡到的 那是个男人的扣子 根本不是你同事的 你到底昨天晚上 跟哪个男人在实验室 待了整整一晚上 是高温博吗 我干什么 好像没有必要向你汇报吧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我是怕你被坏人欺负 行行行 行了 这个现在世界上 最坏的坏人就是托迪 晓晓 你要替你那个坏表哥干了这杯酒 抚平一下我手上的小心脏 叶芳 咱咱也干了 来来来 我陪你干 干 干 老欧 这一进门就闻到香味了 烧什么好菜啊 来 香吧 香 快到了 老爸 啥 来 马上坐好了 你尝尝 这是什么 炖猪蹄 从那个毛猪肉那里拿来的吧 哎哟 好好哎 也有个同学 在菜市场里面卖猪肉 进水楼台 你个大教授又爱吃猪蹄 你少炖点好了 炖多了 阿拉姆家 我说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怎么叫矫情啊 我矫情啊 你是不是到现在还爱着他 当初你们同窗一起那么多年 你要不是考上大学当了教授 说不定现在你们二人都在菜市场里面卖肉呢 我说这个刘院长 你别想那么多好吧 就几个猪蹄你说你治疑吗 好了好了我不想救猪蹄做深度分析了 帮我个忙好吧 到儿子房间把他这几天穿的衣服通通拿出来 干什么呀 哎呀我自有用处了 这一天到晚在医院里爬上爬下 我腿啊背啊都酸死了 我这两条腿就像灌了签一样 我这 八晚上顿的准备啊 我在外面就把你扭了这么下 啊 冯伯啊 坐啊 啊 那妈找到了证据 我就跟你认真聊两毛钱 证据 不是妈您别吓我我害怕 您可以别吓我 我帮你回来了 妈 来 帮你你要的衣服啊 哎 这是干嘛呀妈 啊 啊 啊 不干嘛 马上就要揭晓了 嗯 怎么了 哦 来来来来来 啊 啊 高大夫 请跟我解释一下 这一只扣子 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 吊的 这个时候你跟什么人在一起 敢吗 这颗扣子 妈 我不得不批评您了 妈 你说人家崇拜我拿我颗扣子 那好歹是个念想 您倒好给拿回来了 您这不伤人心吗 你这 那我倒想知道了 什么人这么崇拜你 你不会说是那个好美妙崇拜你吧 他告你性骚扰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呢 哦 那就是那个都小小崇拜你是吧 哦 崇拜的你 你们两个人在那个实验室里一晚上都不回 他可是延峰的未婚妻呀 啊 我说文博 你非让全世界的人戳着你妈妈的后背说上梁不正导致你这个下梁吗是吧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跟那个毛主体的女儿有来往 就像我不明白你父亲一样为什么非要跟那个毛主体现在还交往啊 你们两个非要把我气出个好胆来你们才开心是吧 你们就不想让我过好日子是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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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低血压你说你别跟那生气 我气成高血烟了 妈 这事儿您儿子替你做主了 这事儿我替你教育我爸去啊 干嘛呀 你说明知道妈不喜欢你说还得黑人员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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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毛主题的同学 猪蹄子动胡来 哈哈哈哈 胡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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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不回家 就住这儿了 姐 不回去就行吗 还是回去吧 啊 啊 大姐我球就扭了 我不想过去看到偷你那个大猪头 她说得也是啊 我也是喝醉了 被我妈知道了 又该骂我了 嗯 你们俩就折腾我吧 哎 要不要给你倒杯水 行行酒啊你们 不要 你走吧 我们想睡觉了 好 那我就先撤了啊 拜拜 咱们好好休息 别再喝了啊 拜拜 拜拜 哎 哎 哎 等等我 大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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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差好多钱啊 我还债 我要去大房子 小姐 你醒了 昨天睡得好吗 头还疼吗 延峰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昨天晚上晚上走了 我担心你 所以过来看看你 那衣服是我帮你换的 我们 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两口子了嘛 那种事也是迟早的事 而且也能增加我们之间的感情 对吧 昨天晚上 我们俩过得很开心 别怕我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们都想一起找我家是好朋友啊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干过吗 晓晓 我知道你是喜欢高文博的 但你现在是我的女人了 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 你怎么能干的 过来出去 我不能担心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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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警告你啊 不许叫老婆 老婆 老婆的 妥妥妥 我叫你老婆叫什么呀 叫太太啊 阿姨 我跟她是要离婚的 让她叫我太太 便宜她 万灵啊 你别老把离婚二字挂在嘴上 啊 对吗 你啊 把这心打开 就是 不是 你把那眼光也放在托尼身上啊 你披一披 没准就能发现托尼身那种闪光的东西呢 阿姨 她的身上还能有闪光点 她非闪下我的双眼不可她 阿姨 晓晓可是答应我 三个月之内 就跟这个猪头离婚呢 哎 要不然我根本就不会跟她说话 我俩早就法院见了 还会给她机会拨买小笼包 屁肥的她 哎 哎 说我想的 哎怎么那个晓晓 怎么夜没回来啊 是不是又在加班啊 对 她加班 对 我忘了跟您说了 小晓回来了 小晓 小晓给你们吃早点 哎 你分手 不行不行 哎呀妈 干嘛呀 你为什么突然走了 让严峰占我便宜啊 严峰占你便宜 不 不可能啊 我走的时候天都亮了 我 我只是让严峰来接你去上班 哎 我没有干缺德的事啊 我如果想害你 我昨天晚上就走了 你别狡辩了 我们一起来的 为什么你突然就走了呢 太不符合逻辑了 你说 你为什么跟他串到好 让他占我便宜啊 我没有 我走的时候你睡得特别香 时间还早呢 我得换衣服才能上班啊 你全吐我身上了 你这个人平时就挺虚伪的 没想到你这么恶毒 不是 我真没敢缺德的时候 我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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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听我解释吗 不是 你要我出去 我就要睡哪了 你就再解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骗你 晓晓 晓晓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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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骗你 晓晓 你开门啊 晓晓 你听我解释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晓晓 你开门啊 不知道我今晚住哪啊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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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房间呢 吵架了 老婆 别生气了 开心点 谁 谁是你老婆 啊 谁是我老婆 我跟你说啊 你要再敢乱叫 我就拿玫瑰花炸死我 炸死我 炸死你炸死你炸死我 你就算炸死我 你也是我老婆 要不你是谁啊 别人带 哎 不许动 好吗 来吧 干什么呢 潇潇和西万亭吵架了 吵得可凶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吗 我听听 有东西啊 他们俩昨天一晚上都没回来 你不觉得这里面有点事 能有什么事啊 你怎么都盼着点好呢 我跟你说啊 你那老婆最近闹得很劣开的 我烦她了 赶紧把她带走啊 我一天我都不想见了 舅妈 叫妈也不行 喂 晚莲儿 喂 燕峰 你太可完蛋了 你 你对晓晓做了什么呀 你看那种不要脸的事 怎么能不能拉上去呢 我 我虽然跟你是一伙的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跟你可不是一伙的啊 别吵吵了行不行 咱俩不是一伙的嘛 再说这主意也是你给我出的 生米煮成熟饭 多好的主意 我踩那了 你别血口喷人 我只是让你早上去宾馆接她 我让你 我让你生米煮成熟饭了吗 啊 你怎么干这么取得的事啊 好了别骂了 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知道怎么去收场 不会连累你的 不是 喂 喂 喂 完蛋了 我会被骂死的 嗯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们结婚吧 我会更加爱你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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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